还是采用到序吧,这是9月22日的西安市护议区草堂镇草堂山居45庄违法别墅的拆除现场,这是9月16日类似角度拍摄的拆除现场,这是9月13日拆除首日开工,两小时的拆除现场,9月13日,59泰大型拆除设备,和10台洒水车同时开工,对45庄违建别墅主体,进行拆除施工。 9月13日上午,拆除工程进行大约两小时左右,已有别墅主体开始倒塌。9月16日,拆除现场地面以上45状别墅的主体,已全部拆除完毕,由于地下室深达5、6米,切钢筋混凝土非常坚固,勾机们很顽强地工作着。 9月16日,拆除现场之外的别墅,已经完成外立面的装饰,据称那是一期工程。 9月22日,拆除工程已到一段路安,原来的别墅区域,已被覆盖了黄土。 9月22日,拆除工地上有零散民工在减实钢筋。据说一台勾机每天的劳动报酬是4000元使用费,外加1200元人员工资。 比较而言,捡实费钢筋的收入实在微不足道,因为大型器械在施工中已将钢筋从货凝土中筛除,前来简陋的农民工们的收获并不显著。 这是9月22日,西安院子拆除现场的复拍图。 这从为建别墅自7月30日开始被首先拆除,从此真正打想拆除清陵北路,为建别墅的清陵保卫站。